男人狩猎了一只西团 这是一个长相类似野猪的动物 他取出西团的胃 作为烹饪锅 并用烧热的石头作为发热源 将猪肉煮熟 然后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男人叫做史蒂文 是一名全职猎人 这次他来到阿拉斯加的基奈半岛 准备追逐那个传说中的山羊 在冰山之巅 一个万静人宗灭的地方 世代生活着一种山羊 他们鲜有敌手 但他们的肉质鲜嫩 味道极佳 往往吸引了一些爱好美食的猎人 他们愿意为此而冒险 但在阿拉斯加 非本地居民 只有两种狩猎山羊的方式 一个是持有执照的服装商 另一个是本地居民的 法定直系亲属 而史蒂文是什么条件都不满足 幸好他有一个弟弟丹尼 符合条件 两人一起出发 将车停在了山脚下 然后全副武装后 他们正式进山了 由于丹尼的业务繁忙 这次只抽出了两天时间 所以不管狩猎是否成功 他们都会按时返回 因为陡峭的山上覆盖了厚厚的灌木丛 为了节省时间 他们需要先研制出上山的路线 刚拿出望远镜 结果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山羊 他就站在半山腰上 两人深感意外 因为山羊很少会来到低海麻处 史蒂文拿出精度更高的望远镜 试图区分山羊的性别 他们的目标是一只公羊 可惜双方的距离有点远 在镜头里 很难判断对方的性别 于是两人决定 尽可能地接近目标 但山路陡峭 他们需要格外小心 因为这里每年都会 摔死一两个猎人 两人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 终于跨越了不满荆棘的灌木丛 来到了山峰底部 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因为岩石上不满了台线 史山路变得湿滑无比 他们攀爬的时候 身体要往前倾 脚步尽量放缓 并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跟 费了一番功夫 他们终于爬到了安全区域 立刻拿出望远镜观察 很快就找到了刚才的山羊 但可惜的是 这是一只母羊 而对方已经发现了他们 开始往山上前进 两人也只能幸幸地继续爬山 而接下来的路程 都是白雪覆盖的山路 他们会时不时地陷入其中 严重拖慢了行进速度 他们抬头望去 只见刚才的山羊 已经站在了山峰之巅 而按照两人的速度 最起码还需要一个小时 才能抵达那里 这就是山羊的独特能力 在雪山上行走如履平地 略坐休息后 两人继续攀爬 可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 他们再也没有看到任何一只山羊 而太阳开始落山了 今天的打猎只能到此为止 他们选择在野外过夜 第二天 两人吃完早餐后 带上装备 再次上山了 这次他们不准备伸入雪区 于是专门找了一些 植被茂密的区域行走 在跋涉了树英里之后 他们终于看到了一只山羊 对方正在危险的岩壁上行走 两人立刻拿出望远镜 通过观察 发现对面一共有四只山羊 其中就有一只公羊 但想要抵达那里 需要跨越两条深沟 略做研究后 两人开始行动起来 他们每走一段距离 就会观察对面的情况 虽然几只山羊 依然停留在原地 但情况有些不太妙 因为他们的目光 看向了这里 很明显 他们已经发现了两个人类 目前处于紧张的状态 所以两人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停留在原地 试图打消对面的疑虑 虽然这个距离 可以尝试开一枪 但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 他们不愿意贸然开枪 万一将山羊 打入到对面的悬崖里 那就很难找回来 等待了片刻 他们依然找不到 任何接近的机会 于是他们决定 绕着一个圈 从另一个方向 接近雪山 等他们来到地方 开始观察雪山上的情况 通过地毯式搜索 他们终于再次看到了 这几只山羊 既然确定目标还在这里 他们可以轻装上阵了 两人重新整理了装备后 毅然决然地上山了 虽然知道雪山难以攀爬 但只有真正面对了 才能感受到那种可怕 两人才攀爬了一会儿 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不过好消息是 他们距离山羊很近了 而对方还没有发现危险 现在他们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成功 史蒂文立刻端起了枪 刚想开枪 丹尼却紧急叫停了他 他感觉对面的公羊 有些不对劲 虽然他的体型魁梧 但从羊角来看 有些偏细 更像是一只母羊 于是史蒂文亲自观察 凭借多年的打猎经验 他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 对面的几只山羊 都是母羊 这结果太让人失望了 两人费了这么大的功夫 却换来了这种回报 现在难过得有些想哭 而对面的山羊站在最高处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仿佛在无声地嘲笑他们一般 史蒂文真想一枪打死他 但心中的理智告诉他 一定要克制这种冲动 两人只能无奈地收起装备 性性地踏上了反程 打猎有时候就是这样 并不会一帆风顺 而这也是打猎的魅力 不到最后一刻 就永远不知道结局是什么 史蒂文是一名猎人 更是一位美食专家 他讲究食材的新鲜性 所以每次都会去荒野里打猎 并现场制作美食 以满足口腹之欲 这次他来到蒙大拿州的东南部 粉和荒帝生活着一种罗路 他们的体型是普通路的三倍 但肉质更加美味 品尝过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 史蒂文曾在蒙大拿州居住过十年 他对这里了如指掌 知道去哪里可以找到这种猎物 不过这次他不是孤身一人 而是与弟弟马特和好友莫桑一起组队 为了这次的出行 马特专门准备了一个运输队 成员全部都是羊驼 因为山路崎岖不平 车辆根本没办法通行 只能靠羊驼来运输物资 等打猎成功后 他们还能负责搬运鹿肉 行走了几英里 天色就已经黑了 于是他们扎营过夜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早上 天还未亮 他们就早早地起了床 然后各自选择了一个方向 踏上了打猎之旅 而羊驼则留在营地 史蒂文的计划是 沿着山脊线徒步行走 试试能不能碰到罗路 寻找了一番 他注意到 雪地上到处都是鹿的提印 他仔细辨别 找出了一条罗路的轨迹 然后追了下去 等来到一处高地 他拿出望远镜 居高临下的观察 而他的运气还不错 很快就看到了两只罗路 史蒂文按耐住激动的心情 第一时间架起了枪 但熊鹿的前方 正好是那只母鹿 这让史蒂文没办法开枪 他怕误伤到母鹿 而机会很快就出现了 屁颠颠地跟了上去 使他再次错过了良机 史蒂文骂骂咧咧中 继续寻找机会 只见一只喜鹊飞了过来 落在了熊鹿的背上 这一幕看起来荒谬又神奇 而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远处出现了一只骄狼 原来他也盯上了罗路 同时生性警觉的熊鹿 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氛 三方势力竟然以这种方式相聚 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而平衡很快就被打破 是母鹿沉不住气 率先逃离了现场 可能他已经练就了剑纹色霸起 将危险扼杀在摇篮之中 史蒂文在泄气的同时 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寒意 他可是在雪中静待了20分钟 眼看机会出现 却被骄狼给破坏了 这一刻 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愤怒 但是已至此 他只能继续寻找目标 而时来运转 他竟然又看到了三只罗路 刚想有所动作 周围却刮起了一阵寒风 而熊鹿也消失在了茂密的树丛里 史蒂文猜测 熊鹿应该还在山脊的背面 他应该从侧方绕过去 也许能逮个正着 于是他不辞辛苦地 克服种种障碍 最终来到了目的地 并拿出望远镜观察 果然在下方找到了罗路 史蒂文缓慢地靠近 等来到一个有利位置 定睛一看 却只看到两只母鹿 而那只熊鹿不知道去了哪里 史蒂文一边移动 一边寻找目标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他的努力之下 终于再次发现了熊鹿 但也许是他的动作太大 直接吓跑了熊鹿 原地只留下飘落的雪花 熊鹿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让史蒂文懊恼不已 一天的辛苦白费了 此时天色渐暗 他已经没有机会再次打猎了 只能幸幸地返回营地 第二天 天气却恶化起来 不仅飘落了雪花 能见度也下降了很多 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狩猎天气 但迎男儿上是男儿本色 所以史蒂文依然踏上了 寻找路的旅程 虽然大雪纷飞 带来了打猎困难 但也有一点好处 那就是可以分清 雪地上脚印的新鲜程度 史蒂文的眼前 就有一些杂乱不堪的痕迹 但可以确定 这些提印是今天留下的 寻着提印的方向 果然找到了几只路 史蒂文刚好处于逆风方向 再加上浓雾 他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追赶 等离近了 他慢慢地端起了枪 而对面的熊鹿 还没有察觉到危险 说时迟那时快 史蒂文果断地开枪了 伴随着一声枪响 熊鹿应声而倒 身旁的母鹿都惊呆了 这位身强力壮的熊鹿 竟然瞬间倒地 史蒂文平复了激动的心情后 回到营地 牵过来一匹羊驼 想趁着鹿的尸体冻僵之前 把他运输回去 耽误了这么一会儿功夫 只见罗鹿身上 落满了厚厚的鸡血 史蒂文拿出一把小刀 快速地支解罗鹿 在罗鹿的后腿上 有一个直骨线 它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味道 所以在支解罗鹿的过程中 一定要率先把它清除掉 以免腺体污染了鹿肉 使味道变得古怪 接着他用小刀将骨头锯断 再从腰部的宽骨那里 割下一小块嫩肉 这是鹿身上最美味的部位 特别适合在野外当场吃 随后他把鹿肉分类打包 并牵着羊驼 踏上了反尘 他的心情格外地舒畅 不仅是因为打猎成功 更是由于他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接下来将是他最期待的环节 他先把肉切成片 然后将血装入锅里 等其融化后 就可以用来炖菜了 同时他拿出来各种配菜 将它们削皮处理后 全部倒入锅里 并加入一些佐料 慢慢地炖成一锅浓汤 等待了一段时间 马特竟然也是满载而归 闻着炖菜的味道 他已经急不可待了 等夜幕降临 三人围在火堆旁 开启了一场美食的狂欢